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21》开启典映后 除了黄轩 敏尼 李晨 陈坤等实力派演员备受关注之外 周深和孙楠也得到观众的青睐 《1921》这部电影中的国际歌正是由孙楠和周深一起合唱的 那么他俩的配合如何 一 孙楠和周深合唱国际歌有怎样的亮点 诚然 孙楠唱起歌来非常豪迈和歌手刘幻颇为相似 而周深的声音充满了雌性 非常吸引人 孙楠的高音和周深的中音相结合 便给人一种异扬顿挫的歌曲美感 恰好国际歌正是需要音调上的起起伏伏 来彰显歌曲本身的不平凡 对于孙楠而言 他在央视春晚晚会上就有很好的表现 一首春的新语打动了不少的观众 当孙楠再来唱国际歌 自然是让观众有前车之鉴给他支持 国际歌是需要孙楠那样的优秀歌手来演唱 把一种歌手的情怀融入歌曲之中 周深在歌手当打之年的节目中脱颖而出 他对于国际歌的驾驭也有自己的唱法 如果说国际歌赋予周深心的演唱机会 那么周深对于歌曲的把握度和传唱度则十分恰当 他不急不躁用空灵的声音给国际歌注入一种穿透力 二六十后艺人孙楠和九零后歌手周深合作优点有哪些 孙楠有着扎实的音乐工笔 他发行的个人专辑 弯弯的月亮 缘分的天空 燃烧 具有六十后艺人的鲜明特色 九零后歌手周深最让人记忆犹新的是 他和林俊杰在歌手舞台合唱 所以周深的配合感一向很好 果不其然周深和孙楠的配合也看出完美 孙楠高昂的声音和周深悦耳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达到一种近乎融合的状态 这样的两种声音与国际歌的时代呼声颇为相同 即在旧中国 有新青年积极追求光明的呼喊声 也有民众彷徨犹豫的话语声 周深和孙楠合作完美的演唱出国 结构应有的效果 同时也让观众明白 一首有历史感 经验性的歌曲 是需要好歌手一起配合歌唱的 若是缺少其中一位歌手 都会让演唱效果大打折扣 三 精英老艺人合作演唱新歌 会不会成为演艺圈内的新潮流 周深作为新生代歌手 和老艺人孙楠的合作 通过一首国际歌传为了佳话 那么他俩以后会不会有新的合作 答案等待时间来揭晓 不过 孙楠和周深的合作唱歌非常成功 是不是预示着演艺圈内的艺人 都可以那样配合歌唱 应该看到的是 华晨宇和李宇春同台唱歌 肖战和那应参加跨年晚会的演出 这些新老艺人合作后 不再是独自全行 而是和他人一起携手共赢 无疑 这是一种新的演出形式 也是一个新的演出潮流 只是 新老艺人合作的次数有多少 便是一个人者见人智者见智的结果 假如新老艺人合作越来越多 那么 艺人独自演出就会相对减少 在这个自由选择的时代 艺人无论是独自歌唱还是配合演唱 都会是一个新潮流的存在 国际歌经过孙楠和周深两位歌手演唱后 让越来越多的观众明白 歌手赋予歌曲的精神力量 是通过声音来表达的 而电影1921中的国际歌 则是通过主角演员黄轩 尼尼的言情举止来传唱的 国际歌的精神内涵没有变 歌手的声音却更加的铿锵有力 那是新时代赋予歌手的底气和力量 也是歌手孙楠和周深最深情的一唱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循奈尔就一定要实现 引人深思的是 会不会有更多的歌手 像孙楠和周深那样 一起合唱有代表性的歌曲 孙楠和周深的合作是否还有新篇章 国际歌经过两位歌手的合唱后 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意义和启发 国际歌是一首催人奋进的歌曲 传承百年 依旧历久迷新 如此结果 提醒中国歌坛 只有根植于时代背景 为时代而歌 替百姓而唱的歌曲 才会经久不衰 成为流芳百世的好歌曲 相比于当下的流行歌曲 国际歌的出现 会不会带来一种新的歌曲风尚 在和平年代 观众究竟需要多少像国际歌那样的歌曲 来给自己的精神增加力量 对此读者怎么看 星耀人气榜 周深舞首歌包揽榜榜单前五 网友好牛 真棒厉害 好久没有翻看酷我音乐官方微博了 所以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格外激动 酷我音乐星耀人气榜 2021年6月24日日榜接榜 周深舞首歌包揽榜榜单前五 看到网友评论更是开心 周深好牛 周深真棒 周深厉害 是啊 这是一个实力超群的歌者 他的每首歌都深受听众喜欢 有这样的成绩是实至名归呀 非常开心 不知道小伙伴们喜欢这五首歌曲吗 排名第一的是画卷 听歌能够想象出画面 这就是周深的厉害之处 声音自由 切换随意 词曲通俗易懂 或轻重 或缓和 或顿挫 音色变换 控制都那么完美 让人经不住陶醉其中 非常过瘾 排名第二的是绝恋 千古绝尘的主题曲 也是小编非常爱看的一部古装宣侠剧 这首歌曲饱含了周深的深情 他的空灵悠扬的歌声 细腻讲述了故事男女主人公的爱恋之情 哪怕毁天灭地 魂飞魄散也不放弃彼此 非常好听 繁星璀璨的星空 这首歌曲排名第三 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 明明是一个人 怎么可以演绎出如此好听 如此多变的歌曲呀 周深的声音很适合唱主旋律的歌曲 温柔又充满力量 除了好听还是好听 悬崖之上排名第四 听这首歌歌曲 不知道大家有怎样的感受 悲伤中有一丝温暖 为了光明而努力 压抑又充满激情 他的声音代入感太强了 尤其是脑海中出现电影画面的时候 眼泪又流下来了 归处这首歌曲排了第五 但小编觉得他真的是绝美吟唱了 单听这首歌曲就非常喜欢 很喜欢他的声音 干净又富有色彩 又有直击心灵的力量 柔情似水 懒人心扉 吟唱部分和声高亢 主音温柔细腻 好听 出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也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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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明镜